大家好,我是Zing 美丽端庄的豪梦明怨 贝德丈夫在深夜和已婚警官约会 更离奇的是在约会中 警官竟被一枪击穿头部死亡 究竟那晚发生了什么? 案发后明怨向警方讲述的 数个不同版本的事件经过 哪个版本才又是真的呢? 加拿大明怨Jasmine Harton 有着社交女王之称 她外形亮丽 是很多男性性仪的对象 受过良好教育的Jasmine 凭借个人魅力和社交手腕 成功加入英国顶级豪门 成为了英国贵族 亿万富豪 Michael Ashcroft的儿媳妇 Michael在英国是一名 非常知名的上流社会权贵 他除了拥有成功商人的身份外 还是一名政治家 曾担任英国保守党的副主席 同时也是英国排名前100的亿万富豪 财富总值超过13亿英镑 是一名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人物 另一面 她也被很多人称呼为逃税者 主要原因是因为 她常年在英国很少纳税 甚至不纳税的行为所影响 但无论外界如何评价 这位75岁的寻爵 并不可否认的是 她是一名真正的大富豪 Jasmine和Michael的儿子 Andrew结婚后 育有两名孩子 平时作为豪门媳妇的她 举止得体 经常作为家族蒙面参与社交 Michael对于Jasmine 这位儿媳妇也非常满意 在她嫁给自己的儿子之后 便通过关系 让两人一起经营一家豪华酒店 夫妻常常在酒店 接待社会名流 举办宴席 生活非常纸醉精迷 然而 既是已经拥有 让很多人都会羡慕的奢华生活 谁又能想到 这样一个什么都有了的女人 竟然不满足于现状 而做出一件 令人无法想象的事情呢 2021年5月 在加勒比海边的旅游圣地 Jasmine背着家人和一个已婚 并有五个孩子的当地高级警官 Henry 在夜间偷偷约会 正当两人一起在海边散步时 看上去甜美娇柔的Jasmine 竟突然对着Henry的头部开枪 将其射杀 2021年5月28日 在凶杀案的几天后 Jasmine在中美洲国家 伯利兹的一个港口被捕 被捕时 Jasmine手臂和衣服上 都沾染了大片血迹 并且神情恍惚 对于警方的问话都没有回应 而Henry的尸检表明 伤口位于耳根旁后脑部 子弹从耳根射入 击穿头部后从另一边射出 因为是近距离射击 非常像是杀手行刑式的处决方式 而且射杀Henry的凶器 正是他自己的警用配枪 当时Henry的姐姐告诉记者 他当警察已经24年 平时非常警觉干练 是一名顶级警官 他更不会随便放下 自己的装备让别人碰触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 被他自己的枪杀死的 在警局被审问的Jasmine 终于改沉默的态度 连续抛出多个不同的事情 经过版本给警方 首先他主动告诉警方 当时他和Henry在海边场地上漫步 突然就看到Henry倒地 他急忙尝试急救 但伤口处的流血 却无论如何止不住 并见了他一身 他认为是经过的船上 有人朝他们开枪 然后打中了Henry 但是警方立刻 否定了这种说法 他们告诉Jasmine 已经找到了Henry的配枪 从各种弹壳 指纹等等的证据都表明 当时是他在近距离 朝Henry开的枪 于是Jasmine画风一转 给出了第二个版本 声称自己当晚在散步时 Henry提出肩膀很酸 希望Jasmine能帮他按摩一下 就在Jasmine帮他按摩时 Henry要他把放在一旁的配枪拿给自己 随后Jasmine把枪递还给Henry时 不小心扣下扳机 手枪正好对着Henry的头部射出子弹 抢他射杀 然而警方还是没有接受这个说法 在持续的审问下 Jasmine最终给出事件的第三个版本 2021年5月22日 在伯利兹的首都贝尔莫 Jasmine正来参加一个私人派对 派对上的众人都玩得很疯 据他描述 现场有名男子想对他图谋不轨 他发现后找借口回到他的酒店房间 没想到那名男子冲进他的房间 并企图强行侵犯他 当时Jasmine喝了很多酒 已经非常醉了 看到男子一边抢吻他 一边上下棋手 他吓得拼命反抗 最后一脚踢到男子后 东倒席外地逃离了现场 跑到大街上时 只拿了一只手提包的他 站在路边非常无助 这时脑中突然浮现起 他在当地的朋友 高级警官Henry Jasmine立刻打电话给他 诉说自己被侵犯地经过 电话那头的Henry 让他留在原地等自己来接他 大约一个小时后 Henry接上Jasmine 并护送他去另一家安全的酒店 在车上Henry告诉Jasmine 伯利兹并非和加拿大一样安全 他需要随身带着枪 下次派对必须告诉他 好在他的保护下前往 几天后 Jasmine在丈夫Andrew开的度假村 举办一个派对 同时也邀请了Henry 想要感谢他上一次的帮助 Jasmine还在度假村中 安排了一个房间给Henry休息 而房间就在自己和丈夫的房间所在的同一栋楼 当晚十点半左右 两人相约一起去酒吧喝一杯 自然只是和朋友一起喝一杯而已 Jasmine就单独前往赴约了 在海边场地上 两人边喝着酒边聊天 Henry突然提议教Jasmine怎么使用手枪 他把自己的手枪递给Jasmine 并教他怎么取出弹夹换子弹 但是Jasmine照做着把弹夹弹出来的时候 仿佛什么东西卡住了 就在他尝试退弹夹的时候 一声枪响滑破夜空 Henry硬身倒下 雪水全都溅到了Jasmine身上 刚才还在聊天的人突然变成了一具尸体 Jasmine整个人都吓得呆在当场 等再有记忆的时候 发现自己已经逃离现场 但害怕得不敢报警了 然而根据警方的猜测 事件还有可能是另一个版本 根据警方提供的信息 Henry所持有的格洛克手枪 内置有扳机保险装置 意外开枪是不可能的 当晚Jasmine和Henry 因为什么约到一起 和在一起做了什么 都已经无法查证 随后两人在很晚的时候 从Henry的度假村房间一起出来 并在海边散步 虽然这个热带度假小岛 当时正在实施宵禁 但是Jasmine和Henry 还是在几乎关闭了的码头 一起饮酒聊天了数个小时 案发时Jasmine身上 被搜出0.5克的违禁药品 这在伯利兹属于重罪 如果定罪最高 可被判处两年刑期 于是警方猜测 当晚Jasmine和Henry 在聊天的过程中产生矛盾 Henry可能威胁 将要告发她携带违禁药品 而她为了避免被定罪 同时也为了不让自己 和Henry的关系曝光 于是使用Henry的配枪 将其射杀 然后伪造成意外开枪的假象 事后调查中警方发现 Jasmine不但会使用枪械 甚至还是一名射击爱好者 非常熟悉 从步枪到手枪的各种枪支使用方法 在被关押在 伯利兹的监狱等候审问时 Jasmine睡在水泥地上过夜 没有枕头 没有毯子 也没有浴室 在她被拘留的时候 她的丈夫Andrew 却在和她划清界限 她的所有个人物品 包括证件 手机 现金 珠宝等等 全都被Andrew收走 随后Andrew还把在家族企业 和度假村的网站上 所有有关Jasmine的介绍 也一并删除 对于这个熏爵家族来说 这无疑是一件巨大的丑门 无论结局如何 带来的影响都是破坏性的 有家族的朋友告诉媒体 她是一个习惯了奢侈生活的女士 每次你看到她 她都是完美无瑕的 总是那么优雅而美丽 我无法想象她 待在那种监狱里的画面 案发后 Andrew带着两个孩子 已经回到加拿大 并聘请律师团队 准备争夺抚养权 对于媒体的采访 Andrew也表示 不想多提Jasmine的事情 甚至在伯利兹的 度假村员工也接到指示 不允许Jasmine 在保时期间进入 据员工目击 曾是度假村老板娘的Jasmine 被拒绝进入后 在门口崩溃大哭 这起案件还在审理中 警方表示 指控Jasmine谋杀 有一定困难 因为缺乏直接证据 但即使最终没能定罪谋杀 她的误杀罪名 也是基本确定了的 一旦定罪 在当地坐牢 是不可避免的 而从干净豪宅 搬进肮脏监狱 还不是最可怕的代价 经过这起 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丑闻 她的豪门贵族附加 还会接受双手沾写的唐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